一,使用国税局官网的线上取号功能,降低现场等待时间,避免人潮聚集。 二,请全程佩戴口罩,配合凉体温,并依现场服务人员指示,保持社交距离。 若有发烧等呼吸道症状,请在家休息,并采用网络报税。 报税不忘防疫,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前566年,释迦摩尼降生于今日的尼泊尔·兰皮尼。 是在古代嘉匹如魏国境内,师尊为古印度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佛教的创始人。 尼泊尔亦是亚洲的古国之一,拥有丰富的古老文化遗产。 北与中国相接,其余三面与印度为林,是来往印度、西藏、中国的避境之路。 尼泊尔亦是从古代以来就能适应甚至容纳远地而来的新民族, 并互相融合与同化。 至今,有三十多个民族形成特殊的民俗风气。 人民长期在印度教、佛教的熏陶影响下。 百姓对于宗教是十分的虔诚,堪称是众神的住所。 尼泊尔境内,地处于高海拔地区。 世界上最高的十座山峰中,有八座位于国境之内。 包括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加德满都,是全国政治、文化、经济及交通的中心。 它的位置也恰在全国的中心点。 位于喜马拉雅山下,巴格玛碧河北岸。 气候温和,土地肥沃。 四周都是地绿清脆的高山。 风景十分秀丽。 自古即是尼泊尔人民的活动中心。 加德满都,建成于西元723年。 当时的国王将他命名为康提普尔。 泛语意为光明之臣。 康提是神非吉祥天女的别称。 普尔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所以康提普尔, 康提普尔亦该必是吉祥天女居住的地方。 康提普尔亦该必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当时,虽称它是尘, 其实规模甚小。 此后,人们又以这为中心向外扩展, 修造房屋。 并将形成的新都市叫做加德满都。 。 气候一人, 中年鲜花盛开。 素有山中天堂及山国春城的美誉。 传说中, 加德满都的古地, 在很早以前, 是一个大琥珀, 蛇湖。 文殊菩萨, 听说此处莲花盛美, 到此赏莲。 。 箭淤唐妨妨碍人民进出生活。 于是, 用箭将湖中南面的山峰劈开, 让湖水及大蛇随着流水而出, 形成是和人们居住的加德满都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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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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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戒者 是每一个诸佛利益众生 最要紧的 所以佛陀制定最开始的是 不杀生 因为持戒才是有些人认为持戒是耶稣是持戒是保护我们保护别人最好的方法 贤圣要做一个贤人圣者要修道的根本 今天要做一个被人尊敬的贤人圣者首先你不要伤害众生做任何修行包括持戒以你的动机得到不一样的功能 世间人都在点灯啊 罗汉也会点灯啊 华普利金也会点灯啊 但是同样点一盏灯心态不一样佛法在心啊 不是外在的行为 大乘特别讲的是动机哦 这个三机讲的是第一个人天福报 那各位当然希望每个人都现在快乐来世快乐健康发财家庭事业 然后呢来世又能够升天 这个叫第一种根基 那一定要持戒 那第二种根基除了有世间福报 希望能够没有轮回的苦啊 这辈子快乐健康临终无障碍 来世呢 往生五不还天 来自郑阿罗汉 来自现世就可以 那郑阿罗汉 就是解脱轮回的苦 第二种根基 那第三种根基呢 那就是我们大家所求的成佛度众神 要发菩提心 那不如就算你发菩提心最上根基 也不能够离开人天福报慈戒故事的修行 也不能够离开决定解脱轮回的出离心 消除我之 然后呢最后再能够圆满的以大悲心发起四红四愿 安住空性 普渡众生 最后成佛 所以都要守戒律 慈戒可以有人天福报 慈戒可以解脱 慈戒可以成佛 这叫三级等剑七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